來看華人的大漢技術和他們的老師還有學生 今天是去理歡迎抗議說好好 鄉鄉庭班 教育部也都沒什麼作為 部長的盤文長是公調說未來暗驚 尚到教育部的嚴格來的心情 部長也說因為這個計畫 到一百十七萬年度 大臣好一一年 只存十五萬的 十五萬七千的學生孩子 這沒有學生的問題會很嚴重 習生 既然大家習生 保證習生 抗議好好聽班 作成輸生款也有修順的部門 華連台漢技術學員的輸生 早上去立法院抗議 普通黨室會向上聽班 對輸生作成影響 甚至於台漢黨室會 違反輸入學校法 還有部署都沒作為 還有部長訪問中十七起立法院 占對夠有改革三十年 公設台下和其他成績 現在擦面臨替定的問題 來做專案報告跟比順 有多少退場的這些學校的老師 有透過私校講補助 被別的私校來拼任的有多少 同仁給我知道是十位 部長 這個數字啊 我跟你講其實真的很可怕 立委比順的時候 占對台漢替定的事情 要求教育部就要好好補充 屬性的款項 旁邊長共調說 這個案未來提到教育部後 會進行深渡過程 立委也這句說 夠有報告的學校 併用天板學校的專人告訴 不過前一百十年 這個方案實施開始 體重學校的老師 有請由北京學校請來 算只有十個而已 剛剛部長已經否定了嘛 不會有六十所倒閉嘛 也不會有四十所倒閉嘛 你們目前預警跟專服的學校 現在說剛才剛才就嚇到海鮮的衝擊 這句要有多多學校的體重 接著這點 還有報告是 大專以後一年的新生 國際在那一百十七行年 人所會感到最少 只有十五萬七千人 這也讓國境學校 便臨學生不夠很大的口減 接著總合佈的 接著總合佈的